好 但是呢 下面这件事情也要查清楚了 为什么都没有好好地处理 我们说喝酒不开车啊 在新闻当中看到太多这个凄惨的例子 政府都已经不晓得倡导了几年了 没想到以身作则的结果 现在竟然被踢爆说 有总统府的公务车的驾驶 疑似酒精中毒 经常满身酒气还开车上路 两度地被送到国军松山医院去乐界 结果呢 依然能够让他排班开公务车 这不是危险车子在马路上满街跑吗 总统府今天说 要评估这位驾驶的试任性 总统府公务车驾驶一早就很忙 刚出车回来 小心翼翼地把车子给停好 还有人仔细地插车 把车子保养到最佳状态 看起来各个都很认真 但却出现了害群之马 一名总统府驾驶李连生 长期酗酒疑似酒精中毒 经常满身酒气开车上路 最后被府方发现 将他送到国军松山医院借酒 停止一段时间之后 没想到总统府又让他继续排班开公务车 乐界完成之后 其实他的表现一切正常 那在今年的端午节前后 那他因为再度因为酗酒的问题 乐界的这个场所去进行治疗 那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回来上班 我们都要求他依照这个请假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还没有回来上班 那等到他乐界完成之后 那我们总统府这一边会进行评估 然后并且进行这个必要的处理 总统府不止李连生爱喝酒 传出部分驾驶工友 大白天就喝得东倒西歪 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 总统府交通科将工友司机分成好几个关怀小组 让他们彼此互相监视 方便管制 这年头工作难找 连总统府驾驶也采约聘制 而且需要经过相关的安全查核 必备驾照 而且要由总统府决定是否续聘或解职 能够在总统府上班已经很幸运 既然还有人不懂得珍惜 也难怪立委麻烦了 中文新闻李永杰林玉桥台北报道